在家裡的工作 工作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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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大客人 我們以前就是 國中就比較了 不像這樣 先說沒有 帶一大人 自己賺錢 看我可以 比較過一步 我就想這樣去做雕刻 我要做三天 我才會說一句話 你出去做雕刻 愛的記憶 你跟我說我是 林前達的雕刻 這樣他就記得 我才想說 我後來怎麼做 就不能把雕刻放掉 做雕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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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天 政策有嗎 政策過 有一顆 都跳過 已經不吃了 躺躺躺放在那裡 想說我來做捕魚 擱過做做的去看 發牙 還想說 那個可能是生命力的源頭 我以生命力最強的那個時候 所以我說 我早知道 他拆過婆 做主鐵 做拆過的小孩 沒辦法 做到拆過的去比賽 上三一了 入選 我早就想說 是不是這一條路 我可以走 我不知道 這樣轉來 做到小孩 這個 這個給他 比較緊 我是做到四五十年了 我這把我的工夫 給我們兩個兒子 其實 你說傳承 個人的思維 不一樣 我也會 沒希望說 一定就是 傳承 我一早 一早一早 我們應該是 求新求變 技術這個東西 怎麼學都學不完呢 他在精進 我也在精進啊 我永遠也追不上他 除非他休息了 他繼續做 我永遠也是在學習 父親 常常就是說 既然選擇了 你就把它做到最好 木雕 你學的就是一個修心的一個方法 他用一步一腳印 踏實地做好每一件事情 他很堅持的一個對我們的要求 你要選你就要學三年四個月 做到現在也十一二年了 木青這個平台大概有六家 我覺得是 跳脫比較老一輩的思維 把問題或是把資訊分享給每個人 以一個團體戰的方式來 因應當下我們遇到的困難跟問題 可以讓大溪的木衣再更躍進 其實年輕人 我是覺得 他們要走這條路 這是最好的 你說我的思維是在雕刻裡面 這個小小領域而已 他們可能不是 他們看到外面可能是比較多 你如果有公家單位 給他們的平台 不管是牧婆 還是我們政府單位 要去幫他們輔助 他們年輕人會做得很好 其實應該要回歸 蔡龜本來同意那個時候 他是無事的 為了是使命而已 我感覺說他的精神真偉大 我也要親愛才過 跳脫這條路 永遠都要走 事事不要把他放不記得